肾羊虚分阶段 初级又归完 中级贵妇帝皇完 重度肆逆他 抓紧自查 肾羊几乎是每个男性同胞都逃不过的话题 但是我经常会看到有人说 补肾的药我也吃了不少 为什么就是不见好转呢 其实肾羊不仅分类型 还分不同的阶段 选不对药 吃一筐也是白搭 比如说最常见的一个阵型 肾羊虚阶段不同 用药就不一样 首先是初级 就是单纯的肾羊虚 羊主温序推动 肾又主一身之羊 肾羊不足的人就容易出现精神 萎靡不振 怕冷 腰膝冷痛无力 小便清肠 大便不成形等问题 关键是咱们男性朋友 还会有欲望减退 功能下降等问题 影响到家庭和谐和心理健康 像这种单纯的肾羊虚 补肾助羊就可以了 可以参考一个幼龟文 然后是中级 中医认为阴阳是互跟互用的 肾羊虚虚的时间长了 必然会影响到肾阴 出现肾的阴阳两虚 这种人除了肾羊虚的表现 还会有口干舌燥 五心反热 潮热到汗等问题 像这种情况 幼龟丸就不是那么合适了 这时候可以参考一个贵妇帝皇丸 因为贵妇帝皇丸的组成 比六位帝皇丸多了 补肾助羊的肉贵和父子 实际上是个阴阳双补药 那么阳虚发展到最后 就会出现阳虚欲脱的情况 也就是重度阳虚了 这种人胳膊腿是冰凉的 大便有不消化的食物 脉象也非常微弱 脸色发白还一直出冷汗 这时候就需要回阳救腻了 需要用到肆腻汤 好了这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 但是要提醒大家 涉及用药一定要谨慎 有需要的朋友 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用药 千万不要擅自用药